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每一次看到妳我都覺得妳是立身長 太可怕了 您也是 哎呀不好 我真的比這一句 剛剛看廣告喔 因為 對不起 我要透露一下妳的年紀了 因為中午節妳才過努力生日嘛 對 那個是32歲 各位妳看得出來她32嗎 真的風風不像話 妳確定是 我真的很像17歲 對 就是包括身材 不是 就是長相 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是怎麼辦到呢 我看到前幾天妳有POIN 我文章好像很開心的說 我好像不枉當年可愛教主的封號 就是有一個突然有這樣的感觸 是為什麼 雖然說小時候真的很討厭 可愛教主的一個封號 但是慢慢長大以後發現可愛這件事情 就跟不老畫上一個很好 對 就是我覺得其實所有的女生都在追求 有少女的氣息 少女機 少女氣質 對 那當然就是每個人面對面 第一個見到的就是臉嘛 所以我覺得在臉上 就是必須要看出沒有痕跡 是 沒錯 這就是楊千玲 近距離絕對是 歡迎大家或比三家 她就是沒有變 而且越活越年輕 欸 還是說其實妳有謊報年紀 因為現在是結的時代 每個人都想當結 妳如果年紀不夠大妳就不能當結 所以妳其實不是三十二歲嗎 妳謊報的 亂家的 我很難謊報啊 因為我就從十六歲就出道 所以大家就會很會算 也對 一般人也不會謊報年紀 往上加 只有身高才會往上謊報 對不對 有人說我一五九 妳目測我多少 妳大概一七二吧 謝謝 漂亮 好 專業 這個就是專家對不對 好 這根本像是五年前或十年前拍的 最近拍的 妳一定有做到這樣的 鼓勵跟稱讚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在廣告裡面 就很激進素顏啊 是 尤其是在十點的時候 基本上我妝全部都洗掉了 是 所以其實是 真的是很 很非常非常的 像我本人 而且我覺得最貼錯 我本人也是 沒錯 對 開始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 因為大家可以清楚的 看到我最珍惜的樣子 沒錯 所以各位 這麼年輕漂亮的陳琳 她在拍廣告之後 當然也發現我們產品的魅力 真的越來越年輕 不只是她使用 而且幾乎素顏拍廣告 她還從當中發明了一些 小方法來讓最近更漂亮 比如說什麼泡泡 結顏 剪鴦 書鴦 妳要不要跟她介紹一下 其實專家這個牌子來找我的時候 我是受蟲若驚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想亮 然後其實在所有的人心中 她是排名第一 對 銷售也非常好 然後這一次我一直到清潔的部分 我很開心 是因為很多人很愛問我怎麼保養 那我覺得最基本的保養就是清潔 除了卸妝以外還有洗顏 那剛剛廣告看到的就是那個泡泡 那不是假的 很多人以為是海綿 對 也是道具或什麼的 是 那個是專家裡面 它真實的蠶絲蛋白泡沫 對 蠶絲蛋白泡沫 就發明了一個泡泡的紓壓 結顏的方式 對 其實會變成在洗顏的時候好像在玩 對 因為小時候不是很愛玩泡泡浴嗎 是的 是的 對 其實就是那種感覺 那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把時間花在浴室的人 所以我在洗臉的時候其實也算是把一天的思緒洗掉 太棒了 對 然後在玩耍那個泡泡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像在炒雞蛋 對 是嗎 打雞蛋的感覺 在打開的感覺 就把那個泡泡一隻一隻這樣子 就這個順順地把它打起來 就變得很大 很濃密 是又很細緻 了解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好像 欸 順便可以紓壓 對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畫面會覺得宇宙不同 因為過去我們當然也有過專科的產品 但這一次我們又學到了一個新招 用蚕濕蛋白泡泡來做紓壓 這個紓壓應該也有別的功能吧 比如說我聽說你因此就省了很多錢 蛤 因為就不用再去花錢減壓 對不對 你就在家裡面這個簡單的動作 全神貫注 回到小時候玩泡泡的fuel 就可以紓壓了 對 因為其實清潔這是每天必需的動作 所以比如說我每天都可以自己幫自己紓壓 對啊 然後我覺得紓壓以外當然就是你清潔了肌膚 肌膚就可以吸收到好的保養品之後 你就會有少女一般人氣 說得太好了 這個經過了她的使用 跟見證跟發明 就是火法就在泡泡當中 那當然就像我們講 普通人心情不好就會去紓壓 就會去花錢 她就不用她就在家搓到泡泡就可以了 省一點錢又可以去日本玩 多好對不對 對啊 嘿嘿嘿 剛好我們是日本品牌 最近跟日本很有人 OK的 好 不過講到既然說來說去 陳寗絕對是最佳代言人 但你一定要再多告訴我們一些 比如說這個產品的特色 還有它的魅力 尤其我們講在過去呢 這個已經是No.1了 但是現在是全新進化 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一樣是洗臉 然後一樣是泡沫很多 但是我為什麼要特別對見專科 是因為它的泡沫是沒有摩擦感 因為是蠶絲蛋白 而且裡面又有蠶絲蛋白的保濕滋滑 而且還有雙重的玻尿酸 雙重玻尿酸 就可以保濕 因為很多人喜歡臉 會覺得我有點好繃 為什麼我做一些動作會覺得很緊 那就是因為它不夠保濕 真正好的保養品 是連洗臉這個步驟都可以為你保持 對 當然我們洗眼專科呢 有洗臉的也有卸妝的 這個水潤的卸妝也是非常好的對不對 因為卸妝當然會覺得很嚴重 對 然後就會覺得很膩 好像我在洗臉的時候 就用全身黏打發的習慣 可是因為我們的卸妝是超水乾的 對 它是有水的質地 你就會覺得又保濕又不黏膩 太棒了 我們最喜歡這個跟陳妮合作 你看她講的是非常非常的專業 掌聲給她鼓勵一下 你看這麼好的代言人哪裡找 喔 那 因為他們在我代言之前 就送了一箱給我 是 對 所以我其實是 真的是一個過來人的心理在分享 親自體驗過 對 很大方 連身體的都有給 太棒了 所以我真的是從頭保養到腳的感覺 最佳代言人最佳示範 也真的近身適用而來 又碰到這麼大方的場上 對 那你覺得主持人回家會收到一箱嗎 我覺得主持人一定會 主持人一定會 謝謝你 最重要的事情來了 各位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進化對不對 然後尤其陳妮從這次的試用當中 她還發明了泡泡順壓法 廣告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差別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PK比賽 就是當然所有的朋友 當你使用我們洗顏專科 也是可以搓大出泡泡 但是陳妮的泡泡就是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般體驗者 其實大家人搓泡泡呢 只要使用的產品 都能夠搓出非常好的產品是蛋白泡泡 一般人的泡泡 對 這個也太直白了 一般人的泡泡 但是呢 楊陳妮的泡泡 就從廣告當中 她所辦到的 來 請看 陳妮的泡泡 對 這是我的手 沒錯 對 而且這是愛的泡泡 啊 好美的泡泡 這個泡泡到底怎麼搓的 這樣好了 我覺得喔 因為今天有電子媒體在 你可不可以雙手示範一下 到底要怎麼搓 才能夠像你一樣 因為這樣子整個你埋進去 才有FU嘛 對不對 好 好 它有什麼樣的步驟嗎 就像煮炒蛋 對 炒雞蛋的感覺 然後炒一炒 然後你還可以在手上玩 因為它其實是 但是越碰住它的那個泡泡是越容易 會膨脹 對 它會膨脹 對 它會膨脹 所以你這樣炒一炒 然後再這樣子 兩手這樣互換 再多 它就會變很大一顆 這樣就可以整個滿進去 了解 欸 我有發現到你的手勢 越有不同 你的手比較 比較有一個弧度在 對 對不對 就這樣有一個像碗一樣的感覺 對 它像碗 它像那個鍋子一樣 是 還可以換手來處理 對 還可以換手 那這個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因為我們常講說 沒有醜女人 只有男女人 你不要多試這個小步驟 對不對 其實是看自己開心 但是請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先把手洗乾淨 那當然 很像在鬧 因為你手很糟還在那邊玩 然後卻又洗 真的 那些手先清潔好以後 然後你再開始把玩這個泡泡 對 或者是吃完東西 那手上它又很濃的菜味 然後還在那邊戳網 臉上火這樣 對 好 所以呢 這就是神靈告訴我們大家的心得 好 那今天 哇 你真的 我們真的聊得很快耶 這個時間還有很多 日本哪裡好玩 你可以跟我們搭訪嗎 沒有 我好久沒有去了 都去哪一區 逛逛啊 新宿延宿盛 你比較喜歡哪一區 下次我們請副總帶你去玩 日本人啊 對 好 待會 對 他還在日本發展過 難怪是地頭蛇的概念 好 今天呢 真的是謝謝神靈喔 真的是謝謝小哥 有他完美的分享 我想所有的消費者 會更了解 洗顏專科的魅力 還有我們的專業性 最重要是讓自己變漂亮 每個人都可以像楊晨靈 擁有少女氣 謝謝你的分享 好 接下來